这是一个位于陕西黄土高原 百米悬崖中间的古宅 询问当地老人了解到 从他们祭祀起 这个古宅就存在了 没有人进到里面去过 据说是以前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那么几百年过去了 这个古宅内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陕西 今天呢 带大家一起探一个悬崖洞穴 上面是一些人为修建的 石头房屋 在下面费无人机看的话 刚才问了当地的老乡 这个地方叫做燕子崖 但是 关于这些房子是 谁修建的 修建来做什么东西 不得而知 终于山到山岭了 以前的人 他都把这个 长生之所 选在这个悬崖峭壁上 达到一个异守南宫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山 还是挺高的 它的走向 东西南北 都能看完 非常便于观察 这个洞穴 就在我们脚下了 现在 还进不去 继续往前面再走一点 我推特 他还要往前面走一点 他这个沙子岩 如果系统还不好做 然后 这上面没有树 光秃秃的 还是有点小麻烦 就把这个危险系数增加了 我们看能不能绑在这些 小树上面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行就在这个地上做一个系统 然后从这里往下手下 我们再 再侦察一下地形 做一个方案 现在我们系统选好了 是做在这个地上的 然后 这个系统的话 不是特别的稳定 但是 不充内容是没有问题的 先手的话 不建议在这种原始上做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 崖板上再做一个系统 从这个地方 一绳到底 进到这个下面的栽子里面去 现在我们开始 所将这个白米悬崖了 这个牙壁 至少要把牙壁 这是一个老鹰窝 看老鹰在里面没有 没有 我们继续从这个地方 就是进到这个里面去 现在我们从上方 下到这个平台来了 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张十四 但是已经大一方了 我们现在进到里面来 看一下 哇 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些 落胀啊 这个是以前的人 留在这个地方的木棒 这应该是 以前这里是 有一个台子 机台之类的 这个地方还有一块石块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这些坍塌的特别的严重 这些石石 先从这个地方出去 看出其他的地方 这说明这个山体它是动了的 看一下 这边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箩筐 但是我们从这里爬上去 我先看它这边 走的时候一定要慢 不然的话 也很容易摔下去 这里是一间石室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炕 看到没有 这就是 这个山北这边的牙窑 确实是牙窑 也是古代吧 它是这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 气候啊 风差比较大 比较冷 所以说适合修这种炕 就是有火在里面 循环的那种 这是一个牌子 这个床还造成的特别的往好 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窗户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烟道 也是一个窗口 可以看到外面 这些地方 这个被烟掀过的一个痕迹 我们现在 这边探索完了 直接从这个地方 爬到这个第二层里面就看一下 这位置都是裂开了 有可能过不了几年 这个地方也会坍塌 以前的路 大家看下面全是悬崖 以前的路已经没有了 坍塌了 现在这些地方 成为了这个鸟儿的栖息地 这是一个炕 这里是一个炕啊 今晚这一层来了 这一层来了再说 哇 这一层 上面有点大 然后这是一个炕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燕子窝 这边是有几个大的箩筐 这个箩筐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状态 这就是以前煮饭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个鸟巢 这应该是一个老鹰的窝 燕子在上面 这个箩筐还用这个泥土 浮了一下 这个以前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有可能是放粮食的 储粮食的一个大箩筐 这个箩筐已经坏掉了 这个箩筐更大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边 上方好多院子的巢筐 这个很宽敞 这里面是两个炕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面积的话 呃 在80个平方左右 它墙上是有质的 张神筐 看得清楚吗 黑色的 写的是张什么 是一个姓张的 嗯 这个地方已经有人进来过了 这里写的倒池一流 看来 我是第二个人进来的 有可能在后面还有一个失控 这是一个灶台 然后上方有两个这样的这个 棒子啊 以前又是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人刻画的字啊 是一个梁木梁 海 我估计这个以前呢 你看这里又有倒水游的这个字啊 估计这个地方以前呢是人 扑手就可以走进来的 只是现在坍塌了进不来了而已 他这个地方是一个石门 然后 这边 这个位置又是一个窗户啊 就是一个窗户 这里可以过到那边去 看一下 那边坍塌了 那边这件石室啊 啊是这个样子的是一间两间三间四间五间六间六间 六间石室的样子 地上还有一些碗头碎片 这里确实是生活过人的也证明了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 你看这个是以前的砖 砖块 整体的话 这个 在这里 我靠 吓我一跳 这个但是动了一下 木头 整体的话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应该是古代的人了 在这里面 居住过 这上面还用这个泥土扶了一下 这里又是一个燕桌 这确实是 窑洞啊 崖窑 下面 那里还有一棵树 这个地方这座墙已经裂开了 随时有可能会倒塌到这个下面去 这是一个烟囱 这是这个炕的烟囱 但是这个墙裂开之后 这烟囱也就坏掉了 还不好下去了 得从这个地方下去了 我们从这个地方下去 这个地方下去要安全一些 下来不然 下来不然 直接从这个裂缝就下到这个 第二层来了 我们往这个下面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木棍 就是这里有可能是一个神坛 神坛之类的 地上 基本上没有脚印 看来之前来到那个人呢 也有可能是很久很久很久 七八十年代啊 这时候 有多时候进来的 从这个痕迹来判断的话 这个地上至少是 上十年 上十年没有人这个 来过这个地方 但是整体的话 这个 悬崖 在此啊 就探索完毕了 按钻线脑袋 牙羊就探索完毕了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用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